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勘查过程中发现 凶手作案的手段是残忍至极 活活将四个人用盾器殴打至死 然而蹊跷的是饭店凶杀现场的一楼却并没有一丝打斗痕迹 乌链的东西都整整齐齐摆放有序 难道这些受害者是自愿被打吗 警察随后到了二楼 这里是老板娘跟孙子的房间 屋里东西跟衣柜里的衣物全部散落地上 隔壁的房间就是山东旅客和老板的房间 这里也只是掉落了衣物跟杂物 并没有打斗痕迹 不翼而非的只有老板闽扶生手上的戒指和山东旅客手上的手表 警方初步推断 凶手是谋财害命 四名受害者很有可能是在睡梦当中遭受了致命的攻击 当年的敏记饭店旅馆是当时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 一楼是饭店二三楼是旅店 这里往日里人员流动比较大 所以比较难锁定犯罪嫌疑人 但是根据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 基本可以判定凶手就在旅客当中 当然那个年代技术又不太发达 要找到凶手可以说绝非易事 警方只能人工的去排查走访 还好辛苦没有白费 警方是偶然得知这个203并不是老板闽扶生的住所 而且203有三张床 当天有三个人入住 案发之后有两个客人逃单 这两个人就变得非常可疑 当时旅店登记记录还不太规范 而且老板闽扶生还有个习惯 那就是来过店里几次的他都默认 不用再登记的老顾客 如果没有身份证 只要给钱也能入住 因此逃单的客人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只留下案发现场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二人居住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 桌子两端分别放着一个玻璃水杯和一个陶瓷杯 警方推断 这应该是嫌疑人用过的杯子 同时现场技术人员在202和203房间 也都发现了两个嫌疑人的鞋印 并且成功的提取了出来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大量的烟头 以及名叫圣唐牌香烟的烟盒 警方一共提取了26枚烟头 说到这个圣唐牌香烟 是安徽五湖卷颜产生产的 而且主要是供应安徽市场 除此之外 当地的旅店的服务员也是安徽人 在他的回忆里 这两名旅客的口音跟自己家乡口音很相似 这也让警方认为 暗犯嫌疑人应该是安徽晚南地区的人 之后 根据服务员以及住店旅客的回忆 警方勾勒出了其中一名协议人的画像 是长脸肩下巴 年纪大概30岁左右 另外一名身高在1米65左右 圆脸年纪大约40岁 有了画像 警方来到安徽实力寻访 然而一直都是无功而返 即使提取了烟头、鞋印指纹等痕迹 但是碍于当时有限的技术水平 这些线索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就这样 所有线索都被锁定在了证据室里 虽然就这样案件被尘封 但是20多年里 警察从来没有放弃这起灭门残案的调查 当时参与到现场的行政人员 已经成为了公安局的副局长 但是被害者的家属却一直活在悲痛当中 没有办法完全走出至亲横死的阴影 这些也都让警方承受着挥之不去的巨大压力 难道正义永远销声匿迹了吗 到了2017年6月 警方再次抽掉各岗位的精英行政警 技术人员及专家组成专案组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支持下 当年被提取的26枚烟头终于派上用场 为了保存这些烟头 警方在20多年里不忘定期做防潮措施 因此这些烟头仍然具有利用价值 当年烟头里含有犯罪嫌疑人的唾液 这也意味着可以对烟头里的唾液进行DNA比对 通过数次复杂的比对检验结果一出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经过比对之后警方最终锁定了一人 他就是安徽省武虎市南陵县的刘永彪 在与当年所得到的线索进行比对之后 警方发现刘永彪似乎与线索还不太完全对得上 这位刘永彪身形体态和当年的画像差别太大了 除此之外最让意外的则是刘永彪如今的社会身份 那就是他现在居然成为了全国有名气的作家 还位列作协当中 随着警方的默默调查 刘永彪的人生经历慢慢地浮出在警方面前 刘永彪1964年生于安徽五湖的南陵县 从小就非常热爱文学创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候 刘永彪就已经在很多杂志刊物上 发表过自己的小文章 并且还吸引了一些读者的关注和追捧 然而文学并不能还来饱腹的面包 刘永彪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 带着一丝文人轻高的他 也不愿意他的事实勤恳赚钱 除了书桌 他还喜欢一头就扎进赌桌 一旦拿到稿费 他就会把钱倾注到赌博当中 运气好的时候能搏一搏 运气不好 就只能花光积蓄饿肚子 在赌桌上他认识了盘友汪明 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 汪明经常到刘永彪的家里闲玩 在这个过程中 刘永彪向汪明透露自己 最近的一个大烦恼 原来呀 1995年刘永彪的女儿出生 然而女儿的眼睛 天生就患有某种疾病 急需五千块钱做手术 只凭借写作那点微薄收入 显然是杯水车薪 没什么正经人脉的他 也一直没有地方能够借到足够的钱 听到这儿啊 汪明给好朋友刘永彪提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去浙江湖州搞钱 湖州老板多 汪明曾经在湖州的纺织厂工作过 知道这里的人比较有钱 搞个一万两万 那还是很轻松的 而对于刘永彪而言 这笔钱足够把女儿眼睛治好了 于是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前往湖州搞钱 至于怎么搞 那恐怕当然不会是合法的途径 到了湖州之后 二人盯上了镇上唯一一家旅店 敏记饭店旅馆 1995年10月28号 刘永彪和汪明入住到敏记饭店 汪明靠着之前在湖州打工的经验 与老板搭讪 因此聊得很投缘 所以老板并没有让他们登记身份证 就顺利的入住到203 当时啊 这个山东商人余某也顺利入住 看着余某一身富贵打扮 两个人叫坏了眼神 不谋而合 把目光就锁定到余某身上 到了11月29号凌晨 余某发出了阵阵的呼噜声 同住的汪明和刘永彪毫无睡意 悄悄戴着随身携带的榔头 猛然像熟睡中的余某头上 狠狠砸去一锤定音 余某就没了呼吸 但是他们只从余某身上搜到了20块钱 和一块手表 这点钱是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又把目标对准了旅店老板敏夫生 于是二人走出房门 谎称房间里漏水 将老板骗紧了203 老板看到余某的遗体 来不及惊呼 就被反绑了双手 嘴巴也被毛巾紧紧的塞住 二人先是从他身上抢走了一枚金戒指 由于害怕留活口 日后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他们是故技重施 用榔头把老板敲死 之后二人又跑到202 将老板娘和他们的孙子全部杀害 接下来二人就翻箱倒柜找钱 只不过没找到多少 天快蒙蒙亮的时候 慌慌张张的二人 带着抢来的钱和赃物逃跑了 留下了一地作案痕迹 话说两人得手逃命之后 或许是这段特殊的经历 带给了刘永彪别样的人生感悟和创作灵感 他的写作生涯迎来了自己的新篇章 凭借中短篇小说一部电影获得文学奖 他创作的另一部历史演艺小说《行者武松》 还被排成了50集的灵犀剧 2009年刘永彪还曾荣获安徽文学奖 这可是安徽省最高的文学类奖项 此外刘永彪还多次到处公开演讲 并且成为了某高校的校刊主编 剥夺了四个鲜活生命的人 自己摇身一变活得分外精彩 刘永彪对自己的成就 总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就在安徽南陵刘永彪的住处 警察抓获了这个潜逃22年的凶犯 面对突然到访的警方 刘永彪表现得非常从容 他叹了一口气表示 我一直在等你们等到今天 刘永彪坦言 这些年没有一个夜晚是安稳度过的 无穷无尽的噩梦一直缠绕着他 得知浙江警方再次重启了调查 22年前的湖州灭门案 刘永彪是自认大献一道 于是他为自己的妻子还写下了一封书信 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话说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的人生发展 也是格外的不可思议 如今的汪明摇身一变成为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 面对警方的到访 他也对自己的罪行事供认不讳 一中二十多年的灭门悬案终于是告破 应接两人的是法律公平的审判 人性总是有多面 想必和凶手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 怎么也不会相信 看似体面光鲜的人 竟然会如此的血腥和有着如此不堪的过往